好的,各位早上中午晚上好 现在我们在站台上停着一组E4系双层性感线 所以你们以为今天的主角还是这个大块头吗? 不,今天的主角是后面那个小玩意儿 诶,大哥你能跑了? 好吧,开个玩笑 那边是反方向的站台,往新系方向 而我现在又做说回东京 E4的话我已经在上期视频中体验过其位于二层的3加3硬座的游戏 那个设计可真的是杰哥住不起大房子,独具匠心 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回程咱们换一下,来体验一下CRH2系列的原型车 E2系1000翻台 这里是雄谷站,离东京站60公里左右 差不多相当于从北京长阳站到密运站 或者广州南站到中山北站的距离 预计运行时间38分钟 不过在登上日本CRH2A之前 还是让我们先目送这个E4出发 毕竟这个大块头已经退役 这个画面不出意外的话应该再也不会出现在这里了 E2系采用的是E4系相似的涂装 上白下蓝,中间有一道粉色的腰线 颜值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司机室小门算是日系车量的特色了 国内的CRH2A从统型车开始就取消了这个小门 毕竟国内动车组列委驾驶室里没有车长 也就没有人需要在出站的时候需要探出脑袋的瞭望 不过最新型的CR400系列高速列车又加回了这个小门 应该是考虑到司机换班时 穿过商务座车会打扰的旅客 而开个小门直接从司机室上下车 就完全没有这方面的困扰 本次列车是J55编程 采用10节编组,8动两拖的动力布局 我们坐的一车是一车拖车 所以电机的声音并不会太大 座椅采用的是常规的3加2布局 没什么特别的 不过这个天花板的话 各位如果觉得熟悉可以在弹幕上敲个一 一套采用的并不是之前的粉色配色 而是换了一个橘黄色搭配蓝底的颜色 感觉之前的那个粉蓝配色 已经快变成广铁的特色配色了 毕竟广铁连高级软卧的床垫也使用了这个配色 能看出来他们是真的很喜欢这个事 1-2系的启动加速度比CRHRA高一点点 不过在差不多的条件下 基本上感觉不出来 国内很多时候感觉列车启动加速慢 其实是因为大战出战要连续通过很多组刀叉 有限速,所以提不起来 而日本的话 即便是东京站这种巨大的枢纽 也只是给JR东的新岸前站台 跌落了两台四线 只能通过调度员爆竿的方式 提高每个站台的一些发车效率 同时也就不用像国内那样 从最边上的古道拐到正线 需要过很多组刀叉 所以出战加速的表现就能好一些 1-2系并不是双层车 所以上期视频里提到的 欣赏一半风景 只能对着隔音板干瞪眼的旅客 现在就变成了我自己 日本民众对新岸前的噪音非常敏感 所以现在的新岸前列车 多多超少都有一点 类似丫头一样的镶噪设计 隔音板也是密密麻麻的差 毕竟如果沿线居民说吵 当地政府是真的不会批准你修新岸线的 比如东北新岸线 从祁育县大宫站到东京的上野站 这一段就因为银县居民说吵 比大宫站到平田伊朗老家 岩首县的圣岗站的本县 晚了三年才开通运行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车的二等座席 白色按钮调整椅排后仰角度 黑色按钮调整坐在前椅角度 也就是往前出路的距离 没有脚踏板 桌子的话是这样东包款 从12到1314151617用的都是这一款 甚至普通车的那个双层 一种做绿车用的 好像也还是这一款 窗户虽然是大窗 但是做了分窗设计 每一排旅客可以独自控制 自己对应的窗帘 CHRA上也保留了这个设计 窗帘的花色 应该是以长野县的浅尖山为主题 北路青岸县刚刚开通时 只修到了长野 当时就叫长野青岸县 而当时运行于东京 和长野县的青岸县列车 就被命名为浅尖号 名字继承了自之前 新月本县的特级列车 浅尖山是一座火火山 19年的时候 还有过小规模喷发 但现在依然是个 很有名的观光地 目前列车正在通过 奇遇县县广袤的菜地 这里生产的蔬菜 很多都是直接供用到东京 但毕竟这里还是近郊 建筑依然还是比较密集的 目前列车车速 240千米米小时左右 而这也是长野青岸县 当前的最高运营时速 按说一丝退役之后 长野青岸县应该就能提速了270 但四个月过去了 也没什么动静 可能之后会提速吧 一二系最初于1997年上线运营 并且广泛运用于 JR东日本的东北青岸县 长野青岸县和北路青岸县 三条线路上 可以说是劳模一样的存在 最初的一二系零翻台 已经于2019年全部报废 到现在还在运行的 全部一二系 都是更新型的一千翻台 也就是CRH-2A的母型 但即便是一千翻台中 最新的列车 也是2011年制造 到现在又有些年头了 原铁道部于2004年 由青岛四方与日本企业联合体 签订合同 引进了一二系一千翻台的 整车及技术 命名为CRH-2 这条科技术 后来也发展出了 CRH-2B、2C、2E握坡动车组 2G高寒动车组 以及再往后的CRH-380A和CR400AF 等等各式各样的列车 虽然说最早的三组CRH-2A 及2001、2002和2003号车 是从日本原装进口的整车 但很多地方 还是针对中国的铁路运营条件 进行了改装 比如信号系统 转向架和受电功等等 尽管如此 RA刚刚上线进行时 也还是出过一些小查询 最初的CRH-2A 由于空调进气口在下方 在当年那个朴素直派车满地跑的时代 曾经让车内的空气 充满了诡异的味道 后来随着黑脸试验车RA-2460 以及改进的新款RA-2G 把空调进风口挪到了上面 并且国铁大规模普及真空机变器 才最终解决了问题 出发差不多10分钟左右 列车接近大工站 开始减速 这个大工就是那个 所有的欧妙人们都断织起来 事案起来 但是我们是帝国主义 现在出现在左手边的是 奇遇县的New Shuttle交流列车 也是老国铁和奇遇县 就修新案线而交涉后 达成了协议的一部分 New Shuttle开通于1985年 全长12.7公里 运营速度60千米小时 可以从大工站搭乘此车 前往1.5公里外的铁道博物馆参观 也就是现在窗外的这种建筑 大工铁博 收藏了很多珍贵的老车 从100年前的豪华旅客车厢 到爬出于冰岭 66.7大坡专用的驰轨机车 再找灵气新案线 和最新的E5系新案线 还有一众列车部件和客户展览 屋顶的露台 也是个不错的拍车机位 非常值得来看看 有机会的话 我可能也会出个参观Vlog之类的 不过那个得等日本一行好点再说了 现在窗外的是大工综合车辆中心 这个大工车辆所 就位于车辆中心里面 不过并不属于JR东日本 而是JR货物的机物段 负责货运机车的维修和保养工作 JR东日本毕竟是搞客运的 几乎所有的车辆 都是动力分散式动车组 所以只保留了很少的机车 也就没有专门设置机物段的必要 或者说那些机车的维修保养工作 也全都被综合车辆中心承担了 离开大工后 我们会和齐丁县并行一段时间 齐丁县也是齐玉县和老国铁 就新岸县修建东京市区 而进行了交涉的产物 于1985年通车 最初齐玉县民反对 新岸县修建东京市区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就是噪音 结果修完之后大家才发现 齐丁县的噪音比隔壁的新岸县还要大 最后还是通过更换新车才有所缓解 现在外面有一组 E233系7000翻台列车 试图与我们竞速 不过很显然 这是一个非常不自量力的行为 之前新岸县上演大工区间限速110的时候 或许还可以一站 我当时也曾经在齐丁县的车尾 看过后边穷追不舍的E5系 直到2000分开都没有被追上 但现在本区间新岸县线速130就彻底没得玩了 20秒后我们毫无悬念的超过了它 赶紧您参与本次比赛 我们为您办法参与讲 咱们回头见 虽然说齐丁县是老国铁为了修新岸县 而和齐丁县妥协的产物 但这条县一开通就天天爆满 混杂率即便是在首都圈也明亮线毛 对于国铁分科民音化之后的JR东来说 就是宛如摇签树一样的存在 JR东真的可以说是前世黄摩电线 你已经麻了 不过随着拥挤而来的 还有痴汗泛滥的问题 齐丁县的痴汗之多 在整个东京都出名 所以JR东也在车内设置了摄像头 以遏着痴汗行为 是的 就像车门口的灯管上也装了摄像头 E2系在端面设置了带隔断的洗手室 这个形状的洗手室 在最早的EPC2系RA上也能见到 不过很显然 这个车就没有E4的那个吹风机了 旁边则是难用小便池 这个设例在非统型的RA上还能见到 后来就取消了 厕所的话和E4的那种小异 盲文面板 提示标识基本一样 配色也是一样的显旧 冲水是无接触式的 只要把手铐进就会感应冲水 厕所还内置了一个小洗手池 不过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国内 这个水都是不能喝的 国内高铁比日本强的一点 就是电插炉 在日本车上渴了的话 就只能找乘务员花钱买瓶装水了 并且只有凉的 想喝热的请在家烧好 并且自带保温杯 E2和C22A的颜值 放在全世界其实都算第一梯队 不管是白蓝粉涂装 还是白底蓝腰线的涂装 这个车体外形的底子 打得确实很不错 话说各位更喜欢国内版本的 还是日本版本的涂装呢 我其实更偏向于国内的白底蓝腰线 简洁又漂亮 在距离楼宇比较近的地方 新开线使用的隔音版真的很磁石 就比如现在这个 然后我突然发现我的麦克风 好像会被强电磁场干扰 比方说现在这样 遇上旁边楼上有天线的时候 它就不强了 这个还是真没想到 我现在换了一个新的麦克风 之后的新视频 也还就没有这个毛呢 现在出现在远处的是 JR东的田端综合车站中心 里面甚至还停了一组 招和年间设计制造的老185系 虽然已经退出固定交路 但是不排除以后 可能偶尔会出来跑点零刻什么的 这边是普苏类车的停车场 新开线的车库还在前面 现在下方的就是新干线的停车场 今天还挺忙 断离只停了五组车 话说下面的这几个 E6系、E2系和E7系 你觉得哪个最好看 欢迎在的弹幕上 从这个角度看的话 就能很清晰地看到 E5的这个朱元璋一样的脑袋 到底有多长 后面的那个红色的机车 是JR东的EF81型电力机车 E表示电力驱动 而F则表示六轴 因为是英文字母表中的第六个字母 不知道是哪个小天才想出了鬼联子 列车正在接近日暮里站 由于上野站的新安线站台 在地下四层 所以我们的列车 要在这里暂时离开地面 转入地下运行 进东京站之前会路过一条河 河上面还有一条高速公路 这条河叫神田川 发源于吉江寺附近的景枝头公园 对 就是五郎叔的那个景枝头 而河上面的高速公路 则是首都高速都心环状县 由于修建时在东京市中心征地 过于困难 所以就直接架在了河上面 有点像广州的东豪冲高架路 通过神殿站不久 就到到东京站 也是本次列车的终点站 我们的旅程到这里 就要告一段落了 感谢你路上铁路工作人员的服务与协助 感谢你能看到这里 如果喜欢的话 不妨点赞投币三连关注一波 你的支持会帮助和产出 更多更好的视频 旅途辛苦了 那么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观看